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管學物語的分享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玩具是一款老物 也是電影第一集 很經典的L集 米卡的Megatron 那這台Megatron呢 其實它有分成好幾個版本 也就是有原色 還有一個叫做冰雪的顏色 也就是所謂呈現後來呢 再製製的這個冰雪的一個顏色 那最原先呢 是這個原色版本 就是上面呢 有一些戰損以及這個金色塗裝 那這款顏色比較難買到 目前為止就是比較難買 因為它是一款老物了 那這款呢 是後來呢 還有在做一個復刻的一個版本 所以呢 今天呢 要跟各位介紹這兩隻的這個差異在哪裡喔 那其實這兩款的一個前後順序呢 是由這個原色版本喔 一開始掀出來 然後再來會有這個 叫做冰封版本 那這個顏色呢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古怪的 而且也不什麼飽和 那 是不是關於這個原色版本就是有關電影裡面的一個設定 其實也不得知喔 因為這個已經是在2006認證的一個產物了 電影是2007出產 那其實在電影之前呢 就會開始跑孩子寶的一個玩具而已 所以說這個是2006所出產 然後到整個 痾... 痾... 核定通過啊 整個瓶寶過之後呢 瓶管過之後呢 才會出版這個玩具喔 那上面是印是2006孩子寶所自製的喔 那因為這個玩具是搭載刀科那個版本 組合包一起買的 所以呢 這個盒子呢 是二手的 我並沒有它的外觀 它的盒子 所以就只能這樣子做一個 比對 顏色的一個對照 那其實這樣比較起來來講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的感覺啦 可是它又有一點那種布袋系的那種配色 你知道嗎 那種藍色啊 然後還有紅色的透明件 然後再來很素的一個 塑膠的 很膠感的塑膠材質 這樣子喔 感覺起來呢 還是這個會勝出許多 不過因為這一隻算是比較舊 然後在買的時候呢 有幾個地方是有生鏽 或是有一些灰塵 儘管我做了許多的除塵 那這一隻玩具呢 我覺得還蠻屌的是 它沒有太多的焦化的地方喔 但這個就是 橡膠 軟橡膠的部分 軟膠的部分 這個手也是啊 而且很多人在這個手的這個關節這裡呢 在手的關節這裡 會有許多的 崩裂啊 或是龜裂 均裂的部分 那這一隻玩具呢 算是目前來講 保養的品質算還好的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它的可動好了 它呢 這個頭呢 附落在這邊 並沒有做一個完整的收納 然後呢 這裡呢 是可以做一個伸縮的 然後 這邊來講 這是都是可以動的 手指都可以動的 那它這個是一個異形的一個太空戰艦 一個異形的飛機啊 所以你怎麼看都會覺得說 它是很奇怪符合邏輯了 因為現實世界上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後面呢 也沒有什麼噴射孔的一個刻畫 倒是覺得 呃 還好啦 然後 這邊呢 有一個聲光效果 我們來看它聲光劍的聲音 只是一個呼嘯而過的一個聲音 然後 這邊呢 是它的揚聲器 然後 再看它的底部 哇 這邊真的非常大聲喔 變成載具的形態 底部呢 就是雙腳鎖在這邊 然後 整個來講呢 刻畫呢 倒是蠻豐富的 可是不知道在刻畫什麼東西 就頂多是一些 刻畫的線條 收納呢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這邊有做了幾個塗裝的部分 這倒是還蠻 蠻好玩的喔 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些塗裝呢 其實 我一開始以為是玩家自己弄的 可是 並不是喔 買來之後看了 欸 其實它是 噴塗上去的喔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 還是保的一個巧思吧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種巧思 很奇怪 那這隻的關節其實事實上呢 很緊 比來這隻再版的還要來的緊 所以我覺得這隻是 蠻有它的厲害的地方喔 也有可圈可點的地方 然後 這邊呢 也是 這兩塊也是透明的一個附件 透明件的部分 然後呢 這裡的關節啊 其實都做得非常緊實 我真的覺得非常緊實 可是因為這個有年代了齁 它有幾個地方呢 其實已經有點鬆脫了 那它這個地方 載具的模式呢 其實要滑行的話 就是下面它這邊有兩個輪子 然後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滾動性 這樣的一個滾動性 這樣的一個滾動性 可是 呃 滑起來會有摩擦感喔 感覺沒什麼好玩的地方啦 這載具模式呢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隻再版的喔 這隻的關節性 還有一些卡扣呢 就比較鬆了 這隻呢 在把玩上呢 我覺得要非常小心 因為很容易就鬆動了 感覺玩起來會氣噗噗喔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頭雕喔 刻畫上呢 其實還不錯 刻畫上還不錯 只是說它是 也是這樣子喔 把它放著 然後用這塊小塊的把它蓋住而已 然後顏色的部分呢 採用了一些藍色的漸層顏色 然後底色呢 最主要還是這個膠感的顏色 喔 灰色喔 不是把它塗成金屬顏色 我就覺得這個玩具就是很抱歉 很沒有誠意 然後該系塗裝的地方呢 其實它就是塗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些細節上呢 也是沒有膠帶 然後底部呢 也是這樣子 刻畫部分呢 完全是採用第一級的一個刻畫而已 完全沒有什麼進步 就只是一個載版的一個模型 當然它有一個V級的一個飛機的一個型態 只是那隻我沒有收藏過 就有收L級的 好 收藏起來呢 是非常的大隻 那它這個就是它們兩隻的一個差異啦 其實事實上呢 它們只是一個載版的 然後 該有的地方其實都一模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的話就是 應該也是只有它的塗裝上的一個差異吧 這有幾個金色的塗裝 這裡也其實都有 這邊刮痕的設計這裡呢 其實都有做到 然後這邊就沒有了 只是這邊就是把它塗裝整個幻藍一新的一個重新的噴射 好 以上就是它們兩個這個差異 那我們現在進行這個變形的步驟 由於在人形變回載具的一個變形步驟比較複雜 那載具變形人形的話呢 就是要相當簡單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會先把它的這裡整個拖這拖離喔 這裡呢 有卡扣 把它鬆開 好 這裡也把它鬆開 鬆開呢 這裡就可以直接把它做一個打開了 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跨部了 這就是它的跨部 那我們先從它的腳這邊開始變形吧 那這邊的金色 這邊有塗裝的部分呢 是正面 那我們把那個腳把它轉來前面 我們就把它轉一個角度 就變正了 好 這邊也一樣喔 這邊 轉一個角度 轉 好 那它這邊下面是連動的 你只要把它轉正之後呢 這裡就會變正了 就放下來了 好 這樣子呢 一雙腳就變形文層了 再來就是變它的上半身的部分 上半身的部分呢 這裡呢 有卡扣把它鬆開 這裡有把它鬆開 好 這裡是它的雙手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把這個翅膀呢把它放 放到後面去 然後呢 這裡我們要把它做一個 放下來 做一個結合 然後把它 這一塊呢 把它收上去 往上推 推上去的同時 這裡兩塊就可以收進來了 然後呢 頭呢 這邊轉180度 轉到後面來 下面呢 有一個凹齁 這邊有一個凸 這個把它做一個結合 結合之後呢 基本上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再來就是這個尾巴呢 我們把它轉到 下面來 轉得180度 然後呢 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凸 這邊有一個凹 直接做一個 結合 這邊兩側呢 都有這樣的凸跟凹齁 直接給它做一個結合 然後手這邊呢 就是把它這塊放上來 手呢 把這邊放下來 這邊也是另外一手也是一樣喔 轉正之後 把這一塊呢 放上來 這一塊呢 把它放下來 手呢 就做了 這兩隻手就好 就完成了 我們的密卡燈呢 就變形完成了 幾個步驟而已喔 那經由變形過後的這個密卡燈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它的差異吧 這兩隻的差異其實並不大喔 那這邊呢 配色就是 以這個白底啊 然後藍漆 做一個它的主要的配色 然後後面這個 這邊的透明附件喔 這兩塊呢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顏色 那頭雕上呢 細節呢 基本上一樣喔 也是配色不同 那在於聲光效果就有點差異了 這邊的聲光效果是這樣子的 就像一台戰艦飛過去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 舊版的喔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聲音 它是一個變形的聲音 然後發出來的顏色也不一樣 這邊呢 是採用橘色的一個色光 那這邊呢 則是用原有的透明的粉紅色的色光 這兩者的差異是差異在這邊 那其餘的部分 後面啊 什麼做一個比較 都是差不多的 這邊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先介紹它的一個細節的部分 那細節呢 就是 這邊的人臉啊 在刻畫呢 這邊呢 有用了一些透明的物件 然後透光 紅色透光過來 然後這邊呢 我是算最不喜歡的頭雕吧 那頭雕像是一隻 豬鼻子 那邊看著就是一個豬鼻子 就是感覺是什麼怪物不知道 不懂 然後呢 這邊呢 它有輪胎 這個是作為它宅具的模式的使用 然後在上面有這些刻畫 然後再加上一些金漆的點綴 左臂呢 左臂這邊也是一樣延伸到這裡來喔 那這邊呢 手掌手指有三隻 手指三隻呢 是採用的橫膠附件 橫膠附件 然後這邊有這個鏈條 這個是它的一個小機關 這裡呢 是使用塑膠 然後裡面呢 是一條麻繩 再來就是它的一個跨鋪的部分 跨鋪這邊呢 刻畫其實都有做出來 金色的一個勾勒 金色的點綴 然後其實胸甲這裡也是有點綴 這邊呢 還有一些這個可動 這個剛剛的一個變形的一個聲光效果的聲音 這邊呢 它其實是可以把它扣住的 這樣扣住 然後呢 你就要往下扳 到上面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聲光的聲音 這邊是這個玩具的一個賣點 然後最後這邊也是用藍漆啊 直接延伸到這裡 就是水藍漆延伸到這邊 然後這邊它的顏色就大概像這個樣子了 刻畫上其實就比較少一點一點 背部 這邊也沒有太多的一個空洞 這邊這個玩具真的是 當時候做得相當不錯 就是它不會有太多的空洞在上面 反而是用一些刻畫去把它做為它的補足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 是一個 它的一個變人載具形態的一個機頭 機頭直接放到後面來 這電池盒 電池盒在它這個尾翼的部分 然後背後這邊都可以看得到一些細節的刻畫 細節刻畫完全不馬虎喔 再來就是它的 它的可動部分 可動頭啊 因為它是直接固定在上面的 它是直接固定在上面 這裡有一個球關 那因為這邊是凹跟凸的一個結合點 所以它並不能左右搖擺 上下移動 手的部分可以抬舉 可是到這個角度而已喔 然後呢 可以這樣旋轉 那因為會被後面的翅膀擋住喔 所以這邊呢 只能做一個180度的轉彎 然後這邊呢 抬舉是到這個角度嘛 二頭肌 二頭肌 二頭肌有旋轉 二頭肌有旋轉 那是這個角度 手的部分 它只能這樣上下 那它這邊是有一個可動的 它這邊是有一個小吸管 就是 這裡呢 其實基本上你要把它放開 它就這樣拉出來了 那這邊沒有做一個彈簧的彈射 所以 不知道要怎麼去把它做一個直接彈射出來 這個我也是 感覺到很習慣的地方 那眼鏡沙沙這邊有一些管線的部分 管線呢 就變成說 它這個是它的 一個算是一個發射器 然後分身出去飛擊的 攻擊的一個武器 這個是一個點 這個盒子打開呢 是可以收納這個管線的部分 管線它這邊可以折疊 可以折疊 塑膠管線是可以直接折疊 再放在裡面的 放在裡面之後呢 你就把它 盒上 蓋起來 然後呢 這一個呢 兔呢 這邊 直接在草套上 缺口套上 直接往裡面塞 塞進去呢 它的手就變成它的原本的手 這個是它的一個小機關的部分 再來看到它的腳 它的腳是採用這個齒輪關節 所以轉動會有齒輪關節的聲音 然後抬局就是這樣90度 因為後面這個尾翼 尾巴這一塊擋住了 再來就是它的膝蓋的部分 膝蓋屈膝也只有90度 所以並不能 可動度並不能抬得很高齁 所以這邊算是可惜了 再來是它的接地性 接地是完全沒有什麼接地的 這邊完全沒有什麼接地 就前 前棒的部分齁 前這個腳趾的部分齁 可以這樣做一個這樣子的轉動 後呢 這個 腳跟的部分也沒有辦法做太多的一個可動 這個可動 腳的可動呢 就很抱歉了 再來就是它的另外一隻手 那另外一隻手呢 這邊算是比較沒什麼好玩的 就是它是直接這樣放下來 那它有一個軌跡軌道 手這邊呢 它是可以做一個軌跡軌道 這邊是可以把它分開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意義是怎樣是我不明白齁 然後再來就是它可以 這樣子做一個爪型手 可是這邊呢 我是覺得它蠻像螃蟹的啦 這裡呢 有一個關節 像是要卡住東西的一個凸點關節 那這個點呢 其實它這邊是沒有對應點的 它的對應點呢 是在另外一手 就是這邊 這邊呢 有剛好一個可以卡進去的一個縫隙喔 那這個縫隙呢 其實它上面是有上毛釘的 那我們先把它拿下來 到這邊來 它的手呢 是其實就是要這樣 基本上呢 它就是成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要幹嘛呢 其實也沒有幹嘛 就是多了一個它的可玩性而已 然後把這兩隻放進來 就自圍成這樣子的 它就是變成一個 好像要發射什麼砲 離子砲 那到後面 搬到後面來呢 就是一整個翅膀這裡 也就沒什麼可動跟機關了 那這個玩具是沒有腰轉的喔 那連動的翅膀是可以打開的 這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就很長了喔 打開就很長了 那這邊呢 就是把它收回來 放回來這邊 那以上呢 就是它這一款玩具的可動性 可動性呢 是沒有太好啦 當初設計是給小朋友玩的 L級玩具 變形上也是非常的簡單 總而言之呢 這款玩具我是覺得 它真的是非常適合小朋友玩 有許多的一些小機關 然後還有一些它的生功效果 很適合現今的小朋友 只是說它在站立性呢 我是覺得真的是非常差 你要調整到一個 相當準確的一個位置 它才有辦法做一個它的站立性 那在動作的擺飾上 也其實也有許多的要求 也就是說它並沒有做太多的 這個很帥的動作 或是說它高難度的動作 這款玩具基本上 你不要在它身上有任何的期望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適合小朋友把玩的一款玩具 那與其說這樣子的話 它因為它的一個型態 真的是蠻像這個電影裡面的 第一集的蜜卡燈的 載具型態喔 載具型態 那這個玩具的 我對它的評分其實就沒有很高了 大概在六分 五至六分左右 不會超過六分啦 因為這個玩具其實說實在 它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在我眼裡呢 它也就是一個 真的是給小朋友玩的玩具 所以呢 這玩具我為什麼會買到兩隻呢 是因為 它是跟 刀柯柏文做一個組合包 我才有 我才把它收 收進來的 要不然其實我原本就有一隻 冰封這個顏色的蜜卡燈了 所以我就不再會想要去收第二隻這種 什麼原版的啊 原色版的這種 或是精塗版這種 這種蜜卡燈了 因為這個 形態來講 我真的覺得它沒有太多的 對我來講它沒有太多的意義啊 所以它 許多設計上呢 我是覺得就是普通普通 再來就是 這個玩具呢 就是 在我的收藏裡面 可能也就是變成戰士的部分而已 在精塗上面呢 也沒有太多的一個效果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個 2007年 L級蜜卡燈的一個介紹 那之後 這種老玩具可能 就出現的機率會比較少了 因為最近都沒有在收 複刻版的 或是說回顧在以前 再去往前收了這個 這個玩具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個節目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 又歡迎來訂閱 按看 及分享 我是軟軟物語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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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